來到紅樹林的範圍 我們可以量度它們的光度變化 我們首先開啟這個按鈕 如果你發現毒數是1 代表這個感光度超越它可以量度的範圍 我們現在最好就嘗試按這個range這個按鈕 你按不同的range 看看它什麼時候可以量度的範圍 而你發現它如果是跳動比較大的時間 你也可以按住這個hold 這樣就可以量度到現在我們在紅樹林外圍的光度的情況 而我們也可以轉去紅樹林底的地方 再量度它的光照度 我們來到暗的地方 我們也要按住hold 讓它可以量度這裡的光照度 我們發現這裡比較暗的時間 我們也可以再調校這個range 去適合這裡的環境 記得我們一定要成為倍數 記得我們一定要成為倍數 記得我們一定要成為倍數